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1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市域赛南美区哪家强,当属阿根廷梅球王 北京时间9月10日,市域赛南美区第十轮一场焦点战,阿根廷主场迎战波利维亚 此一梅西发挥出色,上演帽子戏法,将自己的国家队进球数提升至79例 一举超越了球王贝利,加冕南美射手王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现场还举办了一个特殊的庆祝仪式 专属阿根廷队与主场球迷的每周杯冠军庆典 当冠军奖杯抵达纪念杯体育场时,梅西哭成了泪人 他瞪情地说,这是非常特殊的时刻,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庆祝方式了 我的妈妈,兄弟们都在看台上,我感到无比幸福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这一刻,泪水是最好的表达 美京时间9月10日,2021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国 18岁的英国华裔小将,资格赛球员拉布卡努以6比1 6比4直落两盘,横扫希腊易解萨卡里 自资格赛起连营球场起一盘未丢 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打进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资格赛选手 他将和19岁的费尔南德斯争国冠军 这也是公开赛年代,第一次有两位非种子会师大满贯女单决赛 青春无敌,未来可期 全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10日开战 在晚间的决赛中,奥运冠军组合诗庭茂 王涵凭借最后一跳的完美发挥,有惊无险的获得冠军 决赛共有12队组合参加 诗庭茂,王涵一路领先,但在第四跳时水化有些偏大 让紧随其后的湖北、陕西、广东等选手看到了赶超的希望 但经过短暂的调整后,两位选手在最后一跳 成功完成5152B的动作 最终以338.10分获得冠军赛后 施庭茂动情表示,今天是教师节,多年来 在启蒙教练和重庆市队,及中国跳水队教练的悉心培养下 他才有了走上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机会 他非常珍惜祖国的培养和教练的指导 希望以这枚金牌向培养他多年的各位教练,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时间9月11日晚 应超第四轮,曼联将在主场迎战,刘卡斯尔联 在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时,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确认 斯伊罗将在本场比赛迎来回归首秀 所帅说,斯伊罗和团队度过了美妙的一周 在比赛的某个时刻,他肯定会上场,这是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斯伊罗的母亲也专程飞往英国 希望见证儿子的回归首秀 时隔12年,斯伊罗再次成为红魔7号战壕的主人 果然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day the uptime热搜,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全红蝉登上考卷 在东京奥运会大放异彩后 14岁的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 成为近期中国体坛一位热度超高的运动员 然而小姑娘的热度不仅限于网络 还体现在高中物理视觉上 快来看看这题你会解吗 有网友表示,文科生的我现在连屏幕都看不懂了 还有人调侃道,下次让小泉跳个答案给你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北京时间9月12日凌晨4点 2021梅王女单决赛即将上演 对阵双方是19岁的加拿大新秀费尔南德斯 和18岁的英国新星拉杜卡努 两位如此年轻的姑娘 在如此重要的一项赛事中会试决赛 这在近些年的职业网谈确实非常罕见 谁将成为新的梅王女单冠军 让我们拭目以待 皮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